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到《问答幻志》 继续有郭叔和我一起主持节目 我们这个时间听听胡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胡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241和386 明白 我们先看看386 看到中石化股价暂时今天回吐了2% 在跌幅蓝筹榜里排头几位 郭Sir今天这个石油股做得不太好 是否因为内地PMI做得不太好 令市场担心内地方面石油需求会减少 反而拖了油股的股价 其实油价下跌 对经营下游业务为主的中石化 本身有利 加上有些业务可能以各退民进的方式 向市行收集资金 其实基本因素不差 所以估计早前曾经一度 逐步向上找出一年的高位 再说10倍市盈率 接近4厘的股息 由何角度来说 都适合一个中线的部主 但要补充一句 由5个多元钱到近日的高位 累积的升幅已经50% 稍为技术上要消化下是很正常的 况且H股相对A股来说 现在还有10%日价 内地的A股大约5.5毛半 未来一段短的时期 会慢慢逐步有所改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任何部署应该等等 第一 整个大市是处于一个技术上 中期升后的回调当中 第二 中石化本身也升了不少 稍微消炮也很正常 而第三 H股仍比A股 这一分钟 如果你作为一个部署 一定要作中线部署 一定要分注卖 千万不要急 一注买完 因为整个大市 一天仍在10天和10天线流下 技术上仍有机会 进一步下限 甚至进一步下市 50天线支持 这一分钟要买货 千万不要急 最重要是分注进行 如果可以等 稍等才会更好 郭先生 如果想买中石化 分注吸纳的区间 应该在哪裏 其实不可以急 我觉得大市 如果真的有机会 向下走多二三八点 这样来说 这样比较关键 因为不少牛镇 重货居 正正是一万二万四千四 二万四千五 其实经验告诉我们 越多牛镇混习的区域 市总是有办法向下走 甚至是跌穿 基于这个理由 我想现在这分钟 暂时观望先 万一再向下走 可能7.5元 7.5元 应该这样说 或者7.5元 先行买第一柱 在7.5元 相对我们的A股 接近7元来说 其实水分 只有几毫子 问题已经不太大 一个月的低位7.356 我想这个 技术上的防守性 是相对比较强 我们不要看得太淡 最低限度是7.5元 或者7.5元 如果有机会见得到 就分三柱 先行买第一柱 去到7.36 或者下面的 再买第二柱 两手准备 万一真的落得深一点 然后看位再买第三柱 你的平均价 或者买的成本 就相对比较低 这点在一个调整市当中 其实用一个中线角度去买 就最好 另外胡小姐 也有问241 中信21世纪 中信21世纪股价 暂时升了2.2% 股价横行了很久 但近这三天 无论成交和股价有些異动 是否因为阿里巴巴 真的传出他来近9月中上市有关 应该是 到底是怎样行法 我都不知道 但是一年的低位 多数毫子 升到现在6元 我对相关股份的态度 就很保守 直到真的有些什么业务 或者清清楚楚摆下去 而相关业务 我们可以看得到前景是比较好的 你才有一个部署 几毫子的股份开出来已经高开 然后升到上天价 现在虽然有点反复 但咬着6元相对一年的低位 所以仍然升到15倍又多 环境就算你要买 你都要很审慎 很保守 严格来说 不跌穿6元就没问题 如果跌穿6元 情况就比较麻烦些少 帮不拼自己决定 胡小姐可以考虑一下 386 郭Sir觉得你在7.5元以下才开始分注卖 而241 就要看着6元这个止涉位 如果短炒的话 要注意风险管理 之后我们听听金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金小姐早晨 早晨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我想找23.18 我想买这些股 是什么意思买 谢谢 明白 23.18平保股价 暂时回套了四毫子 做了62.3 郭Sir看到图表上 暂时五支阴足跌下来 亦都跌破了早前的横行区间 走势弱了少少 这个时间捞得抵没有 我觉得还未得住 第一就是累積的升幅比较多 技术上是需要稍微消化一下 其次来说 刚才提到 几支阴足跌下 不单止十天二十天 连续五十天线都失手了 现在单单说技术形态 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退守到 是58到59元左右 为何不等 况且 香港的H股是62元多些 A股是42元多些 我就当你为人民币的因素 转到港元 当你53元或54元 相当于现在 港股来说62元或是左右 都仍贵了十多个百分比 在暂时市况比较反复之下 不排除H股比A股的情况 市场会略作修定 很明显就是A股做好一点 H股就回回多一点 令到两者的相距逐步逐步拉扎 就等于今天这样 港股到现在这分钟 已经跌了140点 但相对A股 就咬着高台不肯下 或者已经进行一个 调节当中 所以要买货 我觉得稍稍等等 技术上也跌穿50天 我就倾向于 不如等到大概59 60元 我不是看谈 但万一真的去到59 60的时间 才拿着资金 分两柱或三柱 进行低级 风险承担比较小一点 今时可以留意一下 郭Sir觉得2318平保 可以在59至60元 才开始分住吸纳 郭Sir 我转一转看新增贷款 市场预期8月份的新增贷款 有介乎6000至7500亿左右 上个月的数字真的吓人 只有3000多亿 你觉得今个月的数字 会否回复正常水平 6000至7000多亿 真的难测 因为6月份的新增贷款 有1万多亿 到7月份就缩小了 很明显8月份的制造业 各方面的数字 显示到经济下限的风险 又再亦增 如果你再不宽松 你再不推一些政策出来 当经济慢慢慢慢 步入一个通缩周期的时间 便头痛了 面对通缩 你是无计可施 所以有部份人士都认为 中央政府为了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为了要提振内需 很大机会会下调银行准备金 至于减不减息 我觉得机会不敢说我没有 但下调银行准备金 和减息这两个操作 我想下调银行准备金来的刺激 会比较大 因为每下调一个百分点 代表有八千亿的资金 可以释放出来市场 我就倾向于 现在这一刻来说 是处于技术上的等变之中 如果你说情况 是进一步惡化的话 很大机会 迫使中央 是会加快推出刺激经济的操作和措施 有些人说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有订钱出来 包括通过一个逆回购方法 向市场上注入资金 但不要忘记 7日或者14日 又会通过一个淨回购方法 向市场收回过多的流动性 即是钱根本上没有多到 据问内地的发展商 地产发展商卖了房子后 是没错收到一些订金 但由于房子上不了会 因为银行不放钱 即是每次有钱都还没收到 即是商品卖了出去 钱就收不到 老实说 对很多发展商来说 根本上是很难捱 所以有些需要在外面更高的利息 去拆入一些短期的操作至今 但长时期是这样 老老实实 对集团的盈利都已经 构成很大的冲击 好了 这一节和郭sir谈到这里 郭sir 很多谢你为我们格纳家庭观众问题 刚才提过的相关股份 有没有哪一种持有 我持有内韧股 好 稍后我们会有五间总计的时间 为大家回顾港股上午的走势 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